大家好,东方航空公司MU535航班21号在广西坠毁 机上一共是132个人恐怕已经全部罹难了 我个人表示哀悼 大家知道就是按照中国现行规定 航空公司对每名旅客它的赔偿额限额上限是多少吗 上限是40万 这个是我从哪看来的 这个是我从中国慈善杂志微信公众号 他有一篇文章 就是他介绍是什么 就是中国空难就是遇难家属还有受伤乘客 可获得的赔偿是他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乘运人也就是航空公司 在这里面也就是东方航空 一个是乘运人所承担的赔偿 第二个就是保险公司所承担的赔偿 你买机票的时候你要买保险 对吧 一个就是说从航空公司 东方航空公司要负责一部分赔偿 再有一个部分也就是保险公司给你的赔偿 给家属遇难人的家属的赔偿 这个40万上限是从哪定呢 这个是依据中国民航总局2006年发布的国内航空运输 乘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 他是从这个地方援引出来的40万 在这个规定里面 他是说是具体是这样 国内航空运输成运人 因发生在民用航空器上 或者在旅客上下民用航空器过程中的事件 造成的旅客人身伤亡的 对每名旅客他的责任赔偿限额为40万 现在这个40万是2006年制定 在以前还要更低 1993年的时候 就是说对中国空难 就是他的赔偿额低 非常低 你知道大家知道是多少吗 那个时候是7万 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 就是在以前的空难 就是2000年的时候武汉空难 每人赔偿是12万5 2002年大连一次空难 每人赔偿是8万4到19万4 还有包头 那个2004年的空难 是每人赔偿是21万1 那么现在就是说 这2006年制定的这个40万 到现在为止 已经是我个人觉得 是不合时宜的 中国国内现在居民收入水平 已经大幅提高了 所以说现在舆论普遍认为 40万元 包括我在内 都认为这个标准 已经不合时宜了 太低了 而且业内就是专家学者 也呼吁对这个标准的进行修改 到现在为止 就是没有什么进展 我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说 为什么认为低一定要修改呢 就是因为他的法律制定 他就是他有一个滞后性 所谓这个滞后性指的是什么 就是第一个 就是空难本来发生的就少 讨论的就是说赔偿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次数 还有几率并不高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法律为什么有滞后性呢 就是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说 这个事件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回头再去反思 这个就是说 这个法律的制定 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合时宜 大家还记得 以前P2P P2P以前 你如果是搞这种非法集资的话 罪可致死 大家还记得无鹰案吗 无鹰当时不就是判的死刑吗 但是到后来 2015年2016年 到201718 这四年集中爆发 那个P2P 踩雷 爆雷 很多老板被抓起来了 所以后来法律制定 就是说 最高上限 对于非法集资 判的最高上限 是无期 罪不致死 这就是所谓的 法律的滞后性 就是在这 那么现在 虽然他有这个法律 他有这个规定 说最高上限 现在就是赔偿40万 这是2006年制定的规定 但在实际操作当中 这个标准是没有办法落实的 名存实亡 近几年 就是如果你是要有空难事故的话 赔偿标准远远超过这40万 2010年一春空难的时候 人均赔偿上限达到95万 我刚才看了一下 有一个就是那个律师 他讲什么 他说是马航370 空难事故家属 有一个代理律师 他叫张启怀 他的意见是什么 他表示 40万的这个赔偿限额 到现在还没有提高 也没有被废止 但空难事故呢 就是已经不再按照这个标准执行了 如果按照这一个标准执行呢 就是说还不如地面交通事故的赔偿 我看到这的时候 我个人就觉得 这律师是不是有点扯淡 为什么空难的事故赔偿 要跟地面交通事故比 对不对 你同样都是空难 同样都是遭遇了不幸 同样都是死亡 怎么这个飞机死亡赔偿就应该高 地面死亡 因为地面就是交通事故的死亡 赔偿就应该低 你的意思是说 坐飞机人 他的人命值钱 地面死亡 地面交通事故 这个人命 他就不值钱 你说这个意思吗 这什么扯淡律师 搞不清楚 那么在实际操作当中 到底怎么去赔偿 刚才我也讲了 你现在就是有一个限额40万 这是2006年制定的标准 那么在实际操作当中 你像一春空难 2010年的时候 人均赔偿上限达到95万 那么他中国空难赔偿事故 一般都是按照最高法院 就是关于人身伤害赔偿的相关内容 相关准则 他是根据遇难者长期居住地上一个年度 人均生活水平作为一个基数 作为一个参考进行赔偿 那么他的赔偿原则什么 叫同鸡同命 我给大家介绍 什么叫同鸡同命 就是以住在最负生活水平最高的地方乘客 作为参考 算出一个最高赔偿额 比如在这132个人当中 全国各地来的人都有 那么就是以在这里面 罹难者当中 就是他住在最负生活水平最高的地方 这一个或几个乘客 作为就是参考 然后算出最最终的赔偿额 我就不举例说明 我就不说这个地名了 我觉得是如果那样的话 对罹难者 对还有住在这些城市的这些人民 我觉得是有点不太尊重 那么现在就是说 有专家他就来就是提出来 就是最少的最高的限额赔偿额至少应该是100万 那么还有就是说空难赔偿的在中国向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如果要是说遇难家属他不满赔偿金额怎么办呢 那就告啊 对不对 那就提告 对不对 找律师告 告这航空公司 如果你要是真走法律程序 那就你就得等这个具体权威调查结果推出来以后 然后你才能够就是说算出来这个赔偿额 如果那样的话 那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前一个视频我也说了 就是说中国空难的调查短则几个月 有的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这都有可能 包头空难 一城空难调查公布结果是两年 所以这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现在就是中国空难 就是他的赔偿额上限是四十万 再有一个他赔偿原则是同鸡同命 也就是以住在最负生活水平最高的地方乘客为参考 算出一个最终赔偿额 好 这段先到这吧 再一次就是说 向这132名罹难的乘客表示悼念吧 好吧 这段就先到这